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中醫師妮娅軒 最近整天來了 想要背一個女生 我看她好像悉智慫慫的樣子 許無破話 她说已经结婚两年了 但是她中间的过程 月经断断续续的来 而且量还很少 而且还会腰酸腹脏的感觉 而且她说她脸上容易冒痘痘 尤其是下巴的地方 总体来说 她整个人感觉不太对劲 所以她去妇产科就诊的时候 诊断她有多脑性的卵巢 所以她这两年来 一直想要怀孕都没有成功 她觉得很难过 所以像她这样被诊断为 多脑性卵巢的女生 中医要怎么帮助她呢 其实多脑性卵巢的肾寻率 大约是5到10% 如果没有积极的控制的话 还会影响到我们的怀孕 那多脑性卵巢的症候群 是女生她双侧的卵巢 有多个没有成熟的卵巢 没有排出 所以她在超音波旋影的下面 会呈现一点串 珍珠项链的形态 她是一个症候群 并非是疾病 所以造成多脑性卵巢 症候群的原因真的很多 它跟你的遗传 饮食习惯 或者是生活习惯 都有相关 那大部分的多脑性卵巢症候群呢 都是因为先天经济异常所引起的 所以这些人通常都有家族史 再来呢 可能是因为她黄体激素生成过多 刺激了卵巢绿泡分泌的一些雄性素 或者是呢 它有一些胰岛素的抗性 导致肝上分泌的性荷尔蒙结合蛋白过少 所以呢 增加了雄性激素的活性 而产生了一些症状 那多脑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状呢 最常见的就是月季不规则 或是根本不来 这些人呢 其实在脸上容易冒痘痘 他体毛也会比较增多 那容易凸头发 或者是皮肤的作折处 会有一些黑色处的沉淀 那这些病呢 其实呢 他们有说他们食欲其实蛮好的 而且会容易发胖 而且长期的睡眠品质不好 或者是他们抽血的时候呢 他们的血脂啊 血糖素质都会有异常的现象发生 所以呢 一般来说呢 多脑性卵巢症候群的病人呢 就以肝气郁节 肝肾晕虞虚 以及痰氏壁组 这三种体质最为常见 那通常呢 又以痰氏壁组最为常见 它通常会与其他的体质 共同出现 那其实啊 跟我们肝经有相关性哦 因为肝经的经路 会往下抖到我们骨盆上的 内部 也就是我们的生殖泌尿道 那其实他们五脏都会互相的影响啦 尤其呢 肾经 它在骨盆上的这个地方呢 又以肝经呢 很非常的靠近 所以他们很多症状会一起出现 所以呢 比如说长期腰痠背痛啊 或者是肾去性的病人 它经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有下腹门痛 也就是有一些肝去抑制的现象会同时发生 所以呢 整体来说呢 我们的多脑性卵巢呢 跟我们的肝肾经最为相关哦 所以呢 他们共同的症状呢 就是会月经不规则 它影响到我们的充能恶脉 那多脑性卵巢非常适合中西医共同治疗 我们呢 可以先透过超音波 或者是一些抽血数据呢 评估检查之后 可以透过一些中医的治法 比如说 也就是说我们平常身体比较怕冷的 那我们就让身体温暖 容易怕热的 或容易流汗的呢 我们就让身体清爽一点 也就是说呢 让身体找回它原本的平衡 所以呢 我们回归最基本的要求呢 就是让我们的经期规律 而且呢 可以让我们的绿泡可以承受 最重要呢 也可以消除我们身体不平衡 所带来的症状 比如说上是体重增加啊 弱法啊 或者是体毛变多 或者是脸上的青春痕痕痕痕痕的 所以呢 中西医的共同治疗呢 是可以互相帮助的 门诊呢 又来了一个大学的女生 其实她课业压力一直都很大 尤其啊 她要月考的那个月呢 月经会不来 而且经期来的时候呢 还会胸部脏痛 而且还会有痛经 还会有点血块 那这类多脑性暖巢的人呢 其实是属于 肝育气质型的 那我们呢 可以用一些疏通的药呢 比如说我们的 少妇主义糖来治疗 那开场呢 这位结婚两年 男男没有怀孕的 多脑性暖巢的病人呢 就会是属于 肝育气质型的 所以你可以看她啊 其实她长期的月经都很不规则 而且量还蛮少的 其实她有很可能有可能呢 是因为有些先天性的因素 比如说她声音比较不足 那我们就会用一些生地簧啊 麦冬呢 帮她知声音补干穴 其实到后面啊 其实她三个月后 经期都有归于的来了 而且她经量也比一之前的多了 她伴随着腰酸被通的情形也减少了 最后呢 她也顺利怀孕的 那更重要的是呢 其实调孕的疗程呢 因能而异 最重要的是呢 你月经药每个月都有来 而且你伴随着不适症状有所缓解 你怀孕的机会才会增加 那其实大家有个误解说 多脑性的卵巢女生 会不会一定会肥胖呢 其实是不一定的 其实呢 有比较瘦弱的女生 她也有多脑性的卵巢 而且她们会说啊 平常会视之平冷啊 而且容易腰酸背痛 也会容易贫尿 除了月经不规则以外呢 她们来的时候呢 经量也会比较多 而且来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这些人呢 其实外表看起来是瘦瘦的 而且看起来会比较常白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幼龟碗来宣通血脉 让整个身体温暖起来 其实呢 还有一类的女生呢 她很容易脏性 她问过后呢 其实她很喜欢吃生人的食物 她也喜欢吃一些高脂肪 高热量的食物 像是一些烧烤啊 或者是甜点等等的 其实她看起来就是身材胖胖的 这种人呢 很容易会有脾气气的现象 可是她脾胃运化比较不好 这种时候呢 湿气就会容易聚集在体内 其实也就是会造成 月经不规则的情形 这些呢 症状都属于 那跟饮食是最为相关的 那我们呢 就会使用六菌子汤 来造湿化痰 我们呢 可以选择呢 高鲜 低脂或是低糖的饮食 就可以改善多脑性暖糖的症候群 而且可以采取呢 低GI或是低生糖的饮食 大概是每餐的主食呢 都是以骨类为主啊 比如说可以选择 一些糙米 燕麦等等的 而且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 三桶不同颜色的蔬果 比如说很多的蛋白质 那我们进食的顺序呢 可以是以主食放到最后啦 我们可以采取菜啊 蛋白质 主食等等的 或是蛋白质 菜或主食 那其实呢 维持良好的睡眠呢 可以改善呢 多脑性暖糖的症状 那一定要建议呢 建议晚上十一点前就就寝了 因为其实良好的生存睡眠呢 可以稳定我们内分泌系统 以及脂肪的代谢能力 那运动是一定不能少的啊 所以我们是建议啊 重心跟有氧分管齐下 可以增加了我们肌肉 对糖分的一个利用啊 比如说像是慢跑啊 游泳或是骑自行车等等的 可以适时地加入一些重量的训练 比如说举一些哑铃等等的 可以强化我们的肌肉 让我们身体有好的代谢能力 比如说每周的运动呢 可以在六十分钟 或是到一百二十分钟左右呢 每次至少持续三十分钟 可以做到身体有点温暖起来 或是又到有点喘的效果呢 才是有效的运动 那接下来呢 是我们Q&A的时间啊 有些人问说 我们月经不是容易导致多脑性卵巢吗 多脑性卵巢的特征之一呢 就是月经不规则 那通常呢 伴随着很多其他的症状 比如说它可能会经痛啊 或者是月经延后 还有或者是比如说 头晕耳鸣的一个现象 那一般月经不规则的女生呢 大部分也有很可能 有多脑性的卵巢 建议呢 可以到妇产科再进行 进一步的一个诊断哦 那有人问说呢 糖尿病患者是 多脑性卵巢的高危险群吗 糖尿病 胰岛素的抗性呢 也会造成多脑性卵巢的风险之一 所以其实身高的胰岛素呢 会促使卵巢合成更多的雄性素 所以这一系列的回馈控制之后呢 会使我们的原本的那个排卵的动情素减少了 也就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卵 所以啊 如果你原本就是糖尿病的患者 需要备孕的时候呢 你的饮食呢 跟血糖药物的控制上 应该更加的谨慎哦 那如果我本人是多脑性卵巢的患者的时候 如果增加受孕的机会 那其实啊 除了素产科的治疗呢 以及中医的调整体质之外 调整生活的作息 以及规律的运动是最重要的 那建议啊 如果你的BMI算起来是大于20次的女生呢 更应该积极地控制体重 让你的月经周期变得比较规律 或者是甚至不舒服的症状减少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机会增加受孕的机会哦 那有些人问说的啊 我平常爱吃补品 会容易导致多脑性的卵巢吗 应该说啊 多脑性卵巢的阵型呢 非常的多 如果你常吃一些补品 你是属于脾胃比较湿热的人了呢 其实你吃了一些补品的时候 反而会导致体重的增加 我们有提到说呢 其实多脑性卵巢的高危险群呢 第一个呢 就是体重过重 那当然呢 如果呢 你是属于痰湿热肾的体质的时候 因为补品里面呢 还有很多一些温热的药材 比如说当归啊 或者一些麻油等等的 其实会让多脑性卵巢的症状 更加的恶化 而且月经周期 会越来越不规律哦 而且啊 其实有些补品里面呢 还有很多天然的雌激素 像是山药等等的 其实啊 我们的回馈的 这个作用的系统呢 会乱掉 所以呢 总结来论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随意摄取 来日不明的补品 这些呢 很容易导致了 妇科疾病的一个恶化哦 多脑性卵巢呢 很容易造成月经的不规则 甚至难与受孕 那最主要呢 会是与肝肾相关 所以依照不同的症型调养呢 就可以改变体质 月经规则呢 就有机会可以受孕 那谢谢你的收看 大爱学汉医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readers 订阅 订阅 回向